机车好端端行驶在路上 一辆计程车往左切裁了刹车后 突然朝机车撞了一下 导致机车左右晃动 还差点撞到一旁骑士 遭让骑士气不过往前追了上去 骑士气到身脚踹了小黄 甚至想拦截驾驶 但对方绕过避开 双方在马路上开战 但换个角度看 机车上还载了两个小孩 是蛮离谱的 为什么 骑士汉系程车疑似发生行车纠纷 事发在桃园中山路上 可以看到机车上双载两名小孩 一个站在脚踏垫 一个爸爸背在前方 行政中还回头要向小黄司机理论 只是这危险举动吓坏其他用路人 不能够这样子做 很危险吗 其实我刚才是报警 因为有说我直接报警 影片被PO上网就有网友认为 机车车落在壮大地一点 小孩绝对遭殃 隔壁的骑士也会被连累 还有人认为小孩很可怜 放慢动作再看一次 骑士不顾车上还有小孩 为了争一口气和小黄发生冲突 幸好没有摔车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三例新闻实名请胡家珍桃园